來吧 你們四個開舉吧 你也舉啊 三 二 一 舉 不再這麼舉的 好好舉 可以闡述自己的想法 她寫的東西有她自己的看法 就是她在外面看到的 我們是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那不好的一面她自然會放很多倍 去說你不好怎麼怎麼樣 那我理解的 其實剛剛她講的那些話我都已經忘記了 然後我覺得美麗 美麗回來之後她的改變 我覺得我們所有人都能看到 她的心態特別她的心態改變了很多 那我跟Tia一直說我們喜歡現在的美麗 對 更加差 更加差 沒有了 對 我只是覺得美麗她是一個很理智很聰明 然後很有自己想法一個立場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她回來之後的改變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現在的她 那也是現在剛才美麗的反駁 你認為是 對她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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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arry 你有沒有想說跟Heifer的感覺 還有剛才美麗反駁的東西 其實立結 像其實我覺得公子把很多的大的方向已經說了 那你說點小方向 Heifer肯定就是有她自己的想法 和她看問題的一些角度 但是對於我們在別墅裡邊相處了這麼久的人來說 會比他們更加了解彼此 所以立結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心裡很清楚 在這裡面網游戲有的時候 會做出一些沒有辦法的選擇 因為這裡面有在這裡生存的規則和法則 所以我們要遵守 那你覺得立結這個現在剛才反駁的 包括Heifer來人 你覺得是Heifer更佔優勢一些 還是她反駁的更好一些 當然立結更佔優勢一些 來 劉則莉 我同上 同上 那好 立結既然大家都已經覺得 你現在又一次回歸別墅 你肯定是感覺給大家現在留下都非常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是第十一週 又是一個賽點了 你想和大家說什麼 從你第一週來進來 包括你中間退房 包括接下來 你的一點怎麼走過來 你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嗎 就真的對於我最重要的收穫 就是在這裡我學會了被否定 但這個否定其實還是來自外界的一些否定 但這個絕對是要你各自去成長的 這點我其實也特別想對羅莉講 因為最近你可能是遭否定最多的人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夠 怎麼說你挺過來吧 因為在這裡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跟自己選擇的方法 然後這裡面心態最好 在所有人中心態最好的一直都是公子 他心態是最好的 你沒有他好 你比他差多了 我覺得你心態非常的糟糕 你倒數 你是客觀的獎 你是真的排倒數 對 公子的心態是特別好的 這點是特別值得大家去學習的一點 然後其他人我覺得想要往後走都沒有錯 因為這是個生存遊戲 其實都沒有錯 去做任何樣的決定也都沒有錯 其實所謂的黑粉很多時候 他只是站在他所喜歡的那個人的立場上 所以他看其他人跟他都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黑粉也好還是粉絲也好 在我們身上花了時間的人 就是對我們有付出過愛的人 我是這麼覺得 所以要感謝所有的人對我們所花的時間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 希望所有的黑粉也好粉絲也好 嫁著我的聖母教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我們 來 第二個人抽獎 來 第二個人抽獎